今天回到這部新聞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現在時間來到晚上的10點鐘 這個階段帶您來關心的是 每30一開賣不得了 秒消 一分鐘賣了21億 為什麼這麼厲害 剛做過測試 做過它的照相測試 結果完勝三星 完勝蘋果 倒對 厲害點 什麼地方 就在此時 可能是錦上添花吧 安摩說要回頭擁抱華為了 同時今天帶您來關心的是 馬斯克一封信 竟然讓特斯拉的股價狂飆6個百分點 他到底在信裡說了什麼秘密呢 這個階段參與討論的 新加入討論的 邀請到汽車專家林大維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3C達人小元 今天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趕快帶您來看 Mate 30為什麼能夠秒消呢 華為Mate 30星期一開賣 一分鐘賣了5億人民幣 這新台幣21億 我們來看到 又有另外一則新聞 看似不相關 其實息息相關 安某表態要支持華為 有利台積電 前兩天我們才剛告訴您 其實高通也回頭擁抱了華為 現在安某又回頭擁抱華為 到底在告訴觀眾朋友什麼事呢 打臉川普 因為川普說 禁售華為令還是不會再延長 所以美氣禁售華為的臨時豁免 可能不會再次延長 但是企業家不管了啦 銷售才是王道啊 華為Mate 30熱賣 我已經豁免延長了一次了 然後到11月19號就截止 不可能再再延長了 所以華為第二回合的挑戰 立刻展開 但是我們回顧一下 當時美國為首的這些半導體科技大廠 都遵行了川普的命令 把華為斷貨 但到目前我跟各位講 美光 英特爾 高通 全部恢復對華為的供貨 好 我們回來看 當時斷貨的時候 法西社曾經這麼說 說安某技術無所不在 不能沒有安某啊 沒有安某怎麼辦呢 對華為而言就如同被截支了 華為有被截支嗎 沒有啊 手機電腦用啊 但是我們講到所有的這個 華為的供應鏈當中 這個安某 它影響最大 我們知道手機的CPU是一個核心 但是把這個電路板的設計的話 ARM上的手機當中90% 這個架構全部都被ARM 一家英國公司控制在手裡 所以當時沒有錯 他假如說ARM不給這個華為供貨的話 華為會被截支 好 不過到現在 那為什麼他現在活得好好的呢 對啊 因為你好像影響不大 所以現在最新的消息ARM說 我也決定繼續支持了華為 所以ARM面對現實也只好浪子回頭了 所以ARM的執行長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在新聞談到 ARM執行長說 ARM長期合作的夥伴 我們現在跟華為和海思的緊密關係不能切斷了 所以我們要繼續提供V8 V9的架構給華為和海思 董超不是這樣說的嗎 董超說遵循美國禁令立刻斷工 應該當時ARM是遵循了川普的一個命令 因為當時有25%的一個限制 就是說你用到了美國的技術超過25%的話 你不可以跟華為做生意 那經過幾個月來 現在ARM說沒有沒有 我已經查清楚了 我們沒有使用到美國的技術 ARM假如說繼續對華為的供貨的話 其實最大的受惠就是台積電 就是台積電 那現在ARM跟我們的台積電已經決定 針對明年的5G系統單晶片SOC 他們要做一個開發 也就是說架構在ARM的這個架構 然後這個台積電來晶圓代工 使用了7奈米 不過老實講回頭看一下 過去幾個月當中 到底華為做了什麼 對 華為也很爭氣 華為在禁令當中的時候 站起來我就要去美國化 那去美國化就是本來 向美國廠商採購的話 改到別的地方來採購 我就舉一個例子 讓我們的觀眾了解 這個是真的是相當大的影響 本來這個華為的社品 RF就手機裡面接收訊號 最重要的一個零組件 最難做的 他跟Skywalk來買的 但是6月初的時候 Skywalk宣布斷華為的貨 我們看一下股價 當時90幾塊美金 現在Skywalk還只有80塊 沒有過去沒有回到之前的高點 但是華為說好 好 那我的訂單就下給中國本土 一個叫卓盛維電子 請觀眾看一下 這是今年A股第一標股 標多少 標10倍 沒有聽錯 10倍 我們直接看日K 因為它今年是IPO 從 成銷價是32塊人民幣 到今天已經是 今天漲停板 382塊人民幣 那昨天是大跌 所以今天華為供應鏈就延後一天 我們禮拜五 今天台北股市 華為供應鏈全部壓下來 但是今天收盤的結果 它再度的供上漲停 那RF的訂單 就有一部下給台灣的利基 就是下給利基 所以利基才今年飆漲了兩倍 今年會這麼飆 就是這個原因 幾乎可以狂飆來形容 你可以看它從5 6月份的時候 股價就開始上漲 這就是社會現實 好啊 我不要供貨給你 人有死或人沒死 人找別人說話 結果別人越大味 這些公司呢 開始苦哈哈的 怎麼辦 只好回頭再來找華為 對 所以你可以看 它自己也很爭氣 就是說它的鴻蒙系統 所以我的這個作業系統 我不要再用你Google的 這個Android系統 我自己來 通常一個系統自己做的話 最快最快要9個月 那你看5月Google不給它 現在8月9號 它就已經發表了鴻蒙 然後它的麒麟990 第一次為MAN30立下戰功 對啊 麒麟就是第一顆 華為的5G系統單晶片 它比對手體積少了36% 未來5G的時代 這個手機寸突必增 你越體積越小 這個功率就越高 當然就很成功 好 再過來我們講 所有對華為停止供貨 只有一家股價 只有一家公司 股價沒跌 就是谷歌 你知道 谷歌沒有跌到 只有Google停供 但沒有傷到股價 其他斷供華為的 通通股價都受累 但是現在華為這麼好 在倫敦谷歌的總部對面 有一個AI的辦公室成立了 開始要來跟谷歌拼了 你看 因為這個去年 它就開在它的對面 對 去年我還去過 谷歌 倫敦的總部 這個很下站田的意味濃厚 在國網十字區 這個地方 你看 這一棟 這個大樓 右邊的 這個就谷歌 結果在左邊 這個華為奇怪 它的AI實驗室 有60名的工程師 整備就在那邊蹲點 好 很低調 華為 雖然很低調 但是我們還是發現了 它成立了一個神秘的實驗室 就在Google對面 對啊 只有你谷歌不受影響 谷歌你現在的安卓系統 好 未來我可能就要跟你拼了 但是回頭講 真正最大的贏家是台積電 而且我說實在的 我們人是是不是肉做的 當年你在我最危險的時候 氣我而去 你現在回來找我 心情不一樣 但是誰不離不棄 我們台積電不離不棄 聯發科不離不棄 從來沒有離開過華為 即便台積電曾經因為 當時美國禁令 影響到台積電市值縮水蒸發掉 要趙元 台積電還是這麼說 台積電說 我還是要供貨給華為 所以在今天我們看到 台積電非常多利多消息 包括台積電下半年超旺 這是十年來首屆 台積電的16奈米以下的產能全滿 滿到什麼程度呢 你要跟我下單 一年前搞註文 你很愛註文 台積電因為7奈米急缺效應擴散 所以所有要下單7奈米的客戶 一年前就要下單 而外資紛紛調高目標價 現在幾乎普遍都看到三次討論 對 當時還傳說 連美國的商務部 還有AIT內 都派人去台積電 要你說明 為什麼 因為他說你在我的美國股市掛牌 ADIR我要來看看 你有沒有超過20幾% 所以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台積電業績還是成長 就是對華為的不離不棄 那最新的數據 7奈米佔今年台積電的營收 會從去年只有9% 今年會提高到26% 那下半年營收會比上半年成長32% 所以你看 在這個地方的數字都非常漂亮 都是一個大幅的成長 重點是外資一致的看多台積電 現在看三次頭就300塊 一頭拉股的這個外資機構 那所以今天 最高看到325了 對 那今天外資果然膨脹 好 我們來看看股價 買超第一名就是台積電 好 股價在今天創下歷史新高 非常準 272.5 市值7兆 這個都是歷史的紀錄 外資今天買照的張數一萬九千張 那怎麼辦呢 現在可以追嗎 哈哈 已經到272.5了 眼睛金金塊一直氣變狀 所以我補充一下 放大一點 今天隨著台積電 有兩個最密切的夥伴 也跟著漲 一個是他的子公司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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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黑歡紅 那現在聽說大陸的品牌手機 為了把產能擠進那個 台積電的7奈米 都先下單給創意設計晶片 然後就順理成章 進去台積電的7奈米的製程 另外一個就是3680的加登 早盤也是疊 早盤也是疊的 今天尾盤 但是有拉尾盤 尾盤突然的拉高 這個應該都是台積電效應 好 我們回頭來談 Mate 30一分鐘賣21億 必定有它過人之處 所以最近據說做了實測 我們來看 超狂實測 大家都在等這個測試 測什麼車它的照相 到底誰比較厲害 現在要手機的商品有夠重要的 我們來看華為Mate 30 Pro 打破世界最高峰 很厲害 這個真是太誇張了 這個紀錄真的是很驚人 世界最高峰 這個分數是幾分 我們來看 因為我沒有概念 所以他說 Mate 30 Pro相機評測 狂掃總分121分 成為排行榜的第一名 而且是新的世界最高分 三星的Galaxy Note 10 Plus 5G 5G以4分之差退居第二名 而蘋果更慘 蘋果摔出榜外 沒錯 這個4分是什麼概念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榜 基本上第一名跟第二名差4分 你去看第二名以後 每一名都差1分 要不然就是平手 你就知道說這個4分有多巨大 好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排行榜 最高分是華為 而且是創紀錄的 華為Mate 30 Pro 這是三星的Galaxy Note 10 Plus 5G 這是華為三星 其他品牌 華為 來 我們來看到華為 所以大部分都是華為和三星 對 大部分華為三星 要不然就是小米 對 蘋果呢 不知道是不是他沒有計算在裡面 還是說真的沒有排上榜 他居然連前10名都沒有 我們來看他的照相功能 到底厲害在哪裡 好 那這個單位 你不要以為說 這單位隨便測測 這個第二搜Mark 是號稱是攝影業界的奧斯卡 奧斯卡獎 所以說他光評測的相關設備 就有1萬個 而且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影像資料庫 所以他的評價真的是很有參考性 好 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單位叫做 DX Call Mark 這是評測界的奧斯卡 來 那厲害在哪裡 好 厲害在哪裡 他這次會贏的關鍵有兩個 一個是超級慢動作 另外一個就是夜拍的這個部分 超級慢動作 什麼叫超級慢動作 這是他最新的一個官方的影片 他拍這隻鳥 用他的超級慢動作 一秒鐘7680張的一個魅力 拍出來在張開翅膀的時候 每一根羽毛在張的這個瞬間 是不是完全都沒有任何的雜訊 拍得很清楚 很美 但是7680張是什麼概念 我給大家比較一下 這個是他直接拍出來的官方影片 比較出來你就知道了 像這個左邊是960張 一秒鐘960張 左邊 對 畫面的左邊 對 所以你吃波氣球的時候有沒有 它瞬間的水花 看起來還是很細緻對不對 但是是不是有一點點沐沐 有一點點一片片的感覺 但右邊7680張 華為的這個他拍出來的超級慢動作 是不是每一滴水的那個細紋拉開 都很清楚 很明顯就看到的差別 所以畫面右邊藍色這個水是 華為拍出來的 對 華為的拍出來的 所以它的水幾乎滴滴可見 而且連反光都看得很清楚 反正左邊的960張就有明顯的差別 真的超美 真的超美 所以在慢動作這件事上 另外一個關鍵 非常厲害 沒錯 非常厲害 另外一個很厲害的就是它的夜拍功能 夜拍 夜拍 拍起來的話 哇 那個差距更大 我們三支手機來一起比好了 基本上左邊是Mate 30 Pro 中間是iPhone 11 Pro 右邊是Note 10 Plus 第二名的 一拍出來 看到沒有 左邊是不是特別的清晰 特別的亮 一個是偏 然後 對 左邊 不管是用什麼樣的一個角度拍攝 左邊通常都是特別亮 而且它比較偏自然光 中間是蘋果的iPhone 11 Pro 糟糕 對 下面讓我滑掉 最右邊是三星 三星的Note 10 Plus 而且你看中間iPhone 11 Pro 還真是有點點綠光 但是左邊的這個Mate 30 Pro 是不是都很自然 他們是拍同一個地點嗎 拍同一個地點 三支手機一日排開同時拍的 怎麼差那麼多 有些什麼都拍不到 對 所以你這三個 你一看就知道說天啊 怎麼左邊這個 怎麼比右邊 這個照片更清楚了 我們可以看到在左邊華為的 還看到點點星空 連星空都看得到 但是右邊兩個 你完全都看不到 所以不管是從拍天空 拍電線桿 拍任何的景色 沒有 拍出面街景 你會看到夜拍功能 真的差得非常非常多 所以為什麼它能夠拿到 世界冠軍的一個原因 那它擠下誰 擠下三星 三星變第二名 所以三星不是滋味 對 但是蘋果也很不是滋味 蘋果它有一個地方搬回一層 充電續航力搬回了一層 續航力的比較的話 就看得很清楚 左邊的第一支是 那個華為的Mate 30 Pro 左邊第一支 左邊的第二支是 iPhone 11 Pro Max iPhone 11 Pro 左邊的第三支是 對 左邊第二支是iPhone 11 就是最基本版的 好 然後在電子的 在持續的使用當中 看很多層次對不對 你會發現 第一個掛掉的是 左邊的第三支iPhone 11 iPhone 11先掛掉 大概大概八個小時左右 就掛掉了 再來第二個掛掉是誰 不是蘋果 居然是華為Mate 30 Pro 先掛掉了 它大概是跑八個小時 十分鐘左右 所以我們只看左邊 屬來那三支就好了 這三支來比就好了 然後第二個掛掉是 左邊第一支有沒有 掛掉了 但是看到沒有 所以活最久的是 對 左邊屬來第二支 對 左邊屬來第二支 iPhone 11 Pro 所以在充電電力續航力的表現上 新蘋果 特別是iPhone 11 Pro 是表現最好的 沒錯 所以結論是觀眾朋友 如果你在乎照相功能的話 你要選擇Mate 30 但如果你在乎充電續航力的話 可以選擇新蘋果Pro版 我可以選擇 這次我可以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